這個也是我一直對陳時中很不能原諒的地方 柯文哲點名陳時中仇恨值高的關鍵之一 跟疫苗政策脫不了關係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為了護航高端疫苗 黨BNT進來 這是我最痛恨的事情 我想講這個話的自己去反省 沒想到慈濟執行長大爆去年 採購捐助BNT疫苗的秘辛 不僅被政府勸退好幾次 還被譏諷是世紀大騙局 到底是買不到 還是不給買 我沒有去阻擋 怎麼會有阻擋 陳時中部長說這不叫做阻擋 而相較於高端取得EUA和採購合約的效率 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想大家也絕對分得出來 前者是翻山越嶺 好事多謀 後者是後發先制 暢行無阻 當初BNT疫苗一直有傳聞 扯到有民進黨內某派系介入 導致整個採購案喊咖 因為價值超過上百億 下面有龐大的利益 你不但不准別人參與 而且要獨斷壟斷 如果外面有這個疫苗進來 你要上下起手這個利益的空間就不見了 所以有關疫苗採購下面到底有多少黑箱 多少弊案多少見不得人了 前立委孫大謙直言早在二零二零年底就有疫苗可以進入台灣 卻因為民進黨某派系想代理BNT而介入 牟立委還帶領藥商拜訪相關官員 將購買劑量從三千萬劑調降到兩百萬劑 導致談判破局 疫苗價更從每季的三十一美元調漲到四十美元 暴增七十五億六千萬元成本 背後到底誰在撐腰 蔡政府將疫苗政治極大化 哀轟就是要護航國產高端到底 此季的爆料又在選前投下一顆疫苗採購震撼彈 記者讓我周年軒台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把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